YA 接著下來這一位 我們就不用講他什麼問題了吧 而且這麼嚴重 竟然把它放到最後面 而且我整個素顏到最後 對 怎麼辦小卡拉斯 這你知道我的問題嗎 這麼明顯 大家都看得清楚嗎 我真的出門的時候 我都很想 每次都會很用力的在遮瑕 最近有一個歐美的部落客 他們現在很流行那種蜜粉 直接鋪一層 就是我化完妝 那太乾了 對 鋪一層蜜粉在這邊 可是就是很乾 妳講的那件事情 跟妳的問題沒有關係 怎麼會 鋪蜜粉Bake的定妝術 跟妳的問題是兩回事 妳的問題是黑眼圈 對 我覺得是遮瑕 遮瑕的話 妳是要選對顏色 妳選錯顏色妳在Bake也沒有用 妳懂嗎 所以她的問題是要選對顏色 我們來看一個這個 八卦圖 這個攝像環妳一定要看懂 因為這個看懂之後妳就懂 之前我們說什麼顏色要用什麼 試底乳 什麼顏色要用什麼校正 不是講半天大家都補灑灑 對 好 妳看這個是色彩三原色 就是紅 黃 藍 對不對 然後它形成的12色相環 就是我們看到的所有的顏色 然後這個對角的就是對比色 互補色 對角就是互補色 所以如果妳的問題出現 譬如妳是 譬如說我們常常說皮膚有紅痘 這些紅血絲 要怎麼去修飾紅色 就要用它的對角的護補色 直衝的這個綠色 就可以蓋紅痘了 所以意思是說 我的臉是紅紅的 就用綠色的 試底乳有沒有 妳就可以買到綠色試底乳 為什麼它可以說泛紅 難怪我想說綠色那個乳 是要賣給誰 就是賣給敏感 血絲 有時候有紅紅的痘疤 泛紅的皮膚敏感 皮膚妳看對角色就可以直衝 直接把那顏色去掉或綜合掉 譬如說有些人的黑眼圈是 藍綠色 藍色或者是紫色的 那種靜脈那種血液循環不好的人 你看它對角的顏色就是比較黃色 有沒有 紫色的對角就是黃色 有沒有 譬如說泛黃 蠟黃的人 我們說要用紫色試底乳 有沒有 它的邏輯就是對角對角 修來修去 那尾鈴是什麼色 它是很棘手色 棘手色 棘手色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咖啡色 沒有在這上面 對 有點橘 它有一點橘 對 它有一點橘 你有沒有發現它也有一點綠 有 有一點橄欖色 這個橄欖咖啡色 當季流行的這個顏色 它的眼睛也有點淡淡的顏色 對 這顏色怎麼來的 來 它是橘加綠 調出來變成柔柔的橄欖咖 它是綠跟橘 這到底是什麼 咖啡色就是綠跟橘調出來的 真的 所以它的問題很棘手 是因為它不在這上面 對 所以那要怎麼去選 要看一聲 對 好 它既然有綠 對不對 有橘 所以我們就要用它們旁邊的顏色 譬如說黃色 你看 綠跟橘中間就是黃對不對 對 所以帶黃的 或者是比較偏黃的淺黃的淺蜜桃色 都可以把它的咖啡橄欖綠去掉 怎麼可能 真的 你看黃色就這種 這麼黃 黃色 很黃 但是這個黃不適合它 然後這個是比較偏橘的 可以把它和在一起 可以把它和在一起 然後或像這種 這個也是修飾膏 也是偏橘的 它好橘 這種珊瑚 有沒有發現以前 我們有些遮瑕最厲害的就是 香蕉色就是黃色 蓋超嚴重黑眼圈 第二名就是珊瑚橘這種 這兩個就是黑眼圈必備色 黃色跟珊瑚色 你家裡一定要有的東西 所以你不是要bake 你是要先選對顏色 我們看一下 哪邊最嚴重 都很嚴重 超嚴重的 你看這個畫全臉 那你的小孩有黑眼圈嗎 有 我這樣稍微把它 蓋上去 有 沒有 它下面那個咖啡 完全不見了 你也太快了吧 因為像這種程度 如果遮黑眼圈 我們是不可以近看的 對 就會偏灰有沒有 如果你用硬遮 我選錯 你用膚色遮瑕膏 直接硬遮 你就是 老師你遮一個那邊 遮一個那個 硬遮 一般人會出現的 會偏灰 譬如說 很多人想說黑眼圈很黑 我就用比較 白的 因為我就是這樣 然後就會這樣 對 有一點灰灰的 對 灰灰的 然後你吃完中午的那種 排骨便當之後 那個地方更灰 對 就變黑 根本就更暗沉的感覺 真的 你看它就會很灰灰 你現在好像被人家打 然後遮疤 對 黑色 黑色的感覺 然後它的上眼皮 對 也是同一條 同一條 珊瑚吧 這好特別的高 沒有 這個珊瑚色很普遍 你看上眼皮有沒有 超普遍 兩個對比超明顯的 你要買這一條吧 對 它應該會不會 又自然 你右邊是明目 然後又不厚 我側面這樣看超薄 因為你不能用厚度來決定 你的遮瑕度 你應該用顏色的校色度 來決定你的遮瑕度 對 看起來好像很漂亮 要買 這也不是方法的問題 對 然後你也不是 校色 對 就調色把它調出來 懂了 這個就是你可以先用這個 修飾完之後 你要後續再化全妝都可以 但是重點就是 要先把顏色選對 然後把顏色校正好 你的黑眼圈才夠真的蓋住 這個攝像環 你一定要牢牢記住 根據自己的膚色選對修飾色 才能正確的遮蓋瑕疵 自然又好氣色 而且已經下塗了 就不小心 要請李佩甲 你會連套 驢 你今天 你會這樣講 你會說 你會相信 你會的 你會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